小孩挨打会有心灵的畅伤 我这一百个不相信 我被打多少次 心灵还是很完好啊 也没有受伤啊 受伤呢 我觉得很奇怪吧 我爸爸那个严格是没有人赶得上的 可是我们也没有说怨恨他 我每次讲到我爸爸都很感谢他 没有他交那么严 我不晓得要坏到什么地步了 怎么现在都在学这些东西 我真是搞不清楚 可是他变主流啊 你稍微不是这样 他就来围剿你啊 我们现在其实比以前更可怕